MING PAO TORONTO 隨著科技日益進步 電子遊戲已經滲入不同年齡層的日常生活 特別是對小朋友 因為他們學習已經是電子化 所以電子遊戲絕對是他們日常生活不好或缺的一部分 不過適量的遊戲可以幫助他們鍛鍊腦筋 舒緩壓力等等 但是如果沉迷打機的話 就可以帶來很大的問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Janette 康志文 去幫我們解答一些現今世代兒童沉迷打機的問題 Hello Janette 想問一下 現在其實是不是都有很多小朋友沉迷打機的狀況 是啊 越來越嚴重 其實為什麼小朋友會沉迷打機 如果小朋友沉迷打機 就要講講我們人的腦部有個前額頁 有個掌上機制 就是神經戒則多巴胺的形成 它就調控情緒 如果小朋友一打機 他有快樂的感覺 多巴胺就會產生飆高 如果真的在有打機 他獲得那種滿足感 辭之以恆 他會越來越想滿足 而要講到內壽性 就是說 譬如我們喝一杯奶茶咖啡 喝得久都頂不到人 其實打機一樣的 打了一個小時 就好像想打兩個小時才頂到人 所以沉迷現象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因為前額頁的腦掌上機制 在青少年發育未存 所以他們打機沉迷就會更加嚴重 如果面對著小朋友沉迷打機的狀況 家長在家裡有沒有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其實家長最重要是看看 究竟小朋友為何會沉迷打機 究竟是學校的因素 成績不好 或者是跟朋友關係不良好 又或者是老師不受重視 又或者是家裡有很多喵煞 又或者是情況有些不理想 離婚 或者是有些爭寵的現象 他又有壓力 又不開心 就會容易沉迷打機 因為打機就是虛擬 給他英雄感 滿足感 升級後有快樂感 就會容易沉迷打機 如果我們的源頭要出發 如果成績不好 當然要處理 家庭的關係就要找我 如果純粹是沉迷的話 我們要看看 他有沒有延遲響落的因素影響 其實如果他能夠 想寫一粒糖 麻煩你做個功課 不要給他一整包糖吃 如果他慢慢可以控制到 自己的自我控制能力 就會容易處理沉迷打機 打機都有商量 半個小時 五分鐘 有商有糧 大家都會開心些 去到打機的時候 又要跟他說 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於是者就專門控制到 小朋友打機問題 麻煩你了 非常清晰和具體的方法 但因為不同的家庭 狀況可能實際上也有些不同 所以如果真的有問題 困擾的話 都建議大家換回專業人士去協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